今天老大就送你们上西天 正当金伦法王准备大杀四方的时候 突然被弹指神通给点了穴道 随后飞升下来一个蒙面女侠将众人救走 在路上黄龙洞的抬起 波夫只好先将黄龙送回归云庄 在问及杨过跟他们一起回去疗伤时 杨过让他们先送黄龙回去 自己则要继续去找小龙女 波夫还想劝解杨过一起回去疗伤 不过在听到蒙面女侠会好好照顾杨过时 波夫等人只好先行离去 在黄药师来到归云庄之后才知道 随后观音跟姚家来到了这里说道 他们收到襄阳吕大人的飞歌传书 说是蒙古大军正集结在城外 不久就会攻城 所以吕大人请两人速速赶回襄阳守城 郭靖跟黄龙也无废话 直接表示马上启程 另一边杨过询问成英为什么整天都戴着面具 成英则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 因为我长得丑 怕吓着人 晚上 成英正在院子里吹笛子 杨过则带了个面具来到院中 原来杨过见成英整天都不肯以真面目见人 所以自己也戴上面具 这样起码比较公平一点 了解 此时陆无双回到家中 在认出杨过之后那叫一个开心 原来上次杨过不辞而别 害得陆无双到处找他 幸亏半路遇到了成英 在陆无双的介绍下 杨过才知道原来蒙面姑娘是黄药师的入室弟子 名叫成英 陆无双见两人都戴着面具有些怪怪的 便将两人的面具给摘了下来 成英的美貌把杨过都给看待了 成英见杨过一直盯着自己看 则有些害羞的跑回屋内 这天 陆无双正在街上逛街 不想仰面却遇见了李莫愁 这给陆无双吓得撒腿就跑 在李莫愁师徒的围追堵截之下 终于还是让陆无双给跑了 这下糟了 什么事啊娘子 刚才我在市集 碰到李莫愁 这给两人吓得不轻 随后杨过决定三人一块走 万一真的遇上李莫愁话 活就一块活 死就一块死 成英则觉得李莫愁武功高强 与其在半路上和他硬拼 不如我们留在这里一代劳更好 陆无双害怕李莫愁发现五毒密转还在这里 便想让杨过把书里面的用毒和解毒的方法对数 然后烧了他 随后拿出一块手帕交给杨过说道 万一你被李莫愁给抓住了 他要杀你的时候 你就把这块手帕拿出来 在陆无双铃走的时候还特意交代杨过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表姐 没过多久 成英也来到了杨过的房间 随手拿出一块手帕交给杨过表示 如果李莫愁找到你 你就把这块手帕交给他 还特意交代杨过千万不要让他的表妹知道这件事 晚上 三人正在院里赏月 李莫愁按照剧本来到了这里 小贱人 快把五毒密转交出来 正当李莫愁准备大杀四方的时候 杨过竟然把五毒密转交给了李莫愁 紧接着从怀里掏出两块手帕也交给了李莫愁 这给陆无双两姐妹看得是干大不已 拿着手帕的李莫愁并未打算放过三人 在李莫愁的笑声中 三人是难受不已 还好傻不及时赶来 化解了三人危机 在李莫愁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黄老邪的一手避海潮声曲给震道吐血 李莫愁 你作恶多端 今天我黄药师要替天行道 李莫愁不但不害怕 反而大笑地说道 原来大名鼎鼎的东邪黄药师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以五敌一 以多七手 如果黄岛主不怕武林同道耻笑的话 你就杀吧 黄药师为了面子 只好放李莫愁离去 第二天 当黄药师得知杨过就是在英雄大会上力压群雄 以及三番五次的救他女儿和外孙女时 那叫一个激动 不过在傻姑见了杨过之后 吓得躲在黄药师身后瑟瑟发抖 杨兄弟 你千万不要见过 因为你跟你父亲长得非常相像 而他又认识你父亲 在杨过想要询问傻姑是谁害死他爹的时候 突然伤势复发 不过好在有黄药师在 这才使得杨过安然无恙 杨兄弟 我听人说你武功好 心肠热 但是做事出出奇的血 你竟然想娶你那位师父为妻 是不是有这件事 杨过并未隐瞒 直言道 人人都反对我这么做 但我偏要娶我师父做妻子 黄药师听玩笑着表示 既然你曾经离开了权真教 倒不如你现在再离开古墓拍拜我为师 只要你不是龙姑娘的徒弟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她为妻 杨过也是一头倔驴 偏要小龙女及做她的师父 又做她的妻子 没想到黄药师竟然赞同杨过的观点 至此 两人便结为了朋友 第二天 当众人玩耍回来之后 发现门上留有李莫愁的自信 信中写道 桃花岛主 弟子众多 一五敌 一笑江湖 这把黄药师气的吹胡子瞪你 如果当年的陈梅驱路 四大弟子 随便一个还活着的话 今天又启动这个李莫愁言出不逊 晚上 杨过独自一人修炼武功 黄药师看到之后 这给杨过一顿夸赞 原来杨过见李莫愁流姓讥讽黄药师 新知黄药师自顾身份 必定不变出手 所以杨过决定去找李莫愁决斗 为黄药师输一口气 为了不让杨过输得太难看 黄药师决定把弹指神通 跟御萧剑法传授给杨过 杨过并没有让黄药师失望 短时间内便把弹指神通 跟御萧剑法的要点都铭记于心 杨过本以为有这两种绝技 就可以轻松地拿捏李莫愁 没想到要想打败李莫愁 至少要专研这两种绝技三年才行 在黄药师临走的时候 让杨过转到他的小徒弟 让他好好地照顾傻姑 第二天 几人发现李莫愁在门上 留下了四个血掌印 由于黄药师已经离开 杨过觉得他们四个人当中 只有傻姑内力最深厚 如果傻姑可以帮忙的话 他们未必会输 可惜傻姑在外面玩耍的时候 被李莫愁试图用剂给打伤 由于傻姑的伤势太重 就是吃了解药和运功解毒双管齐下 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完全康复 没有傻姑助力 三人压根就不是李莫愁的对手 不过杨过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找到一个铁匠 让其帮忙打造一把三尺长的大剪刀 正在众人心不在焉地等待大剪刀时 李莫愁闻风而来 你们真能想得出来 做把大剪刀的对付我的陈所